关于这个中共这一次高调这个纪念邓小平 有人认为呢 是不是习近平认为毛泽东路线走不通啊 要回归邓小平路线呢 有各种各样的评论 这个习近平是想提出改革 用改革这个词呢 对中国的现在的困境呢有所突破 所以才把邓小平重新提起来 习近平这几年呢 他追求毛泽东这个的理想主义呢 现在中国经济外交都出现很多问题 现在呢 我们看到最近李强他的很多讲话 其实都是非常实用的 所以说呢 就把邓小平的实用主义重新拾起来 那关于第三点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习近平呢 他其实呢 他打算继承一半邓小平的想法 邓小平的理论呢 在用这个官方的语言总结呢 是共产党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的时候 提出的总结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呢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两个基本点呢 就是改革开放和这个思想基本原则 现在习近平谈的什么呢 很明显我们看到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呢 其实已经被习近平抛弃了 我们看到习近平最近他治国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 两个基本点 那么首先呢 改革开放 我刚才讲了 他只继承改革开放的抛弃了 那四项基本原则呢 他也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呢 其实四项基本原则里边呢 就是总结一话 就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邓小平的强调呢 是共产党的集体领导 习近平他推崇呢 就是在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 也就是他共产党要凌驾于中国上面 习近平要 个人要凌驾在共产党上面 一个人掌控 所以说跟邓小平也是 不是很一样的 所以他只继承邓小平的一部分 有各种政治思想的人呢 都可以在邓小平的理论里面呢 各取所需 那么习近平呢 这一次呢 他其实想继承呢 是邓小平的时代的 就是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 以及邓小平的时代的 一部分的经济发展 而并不是希望呢 这个改革开放 而且呢 是韬光养晦 这些另外一部分 邓小平的思想呢 其实是习近平 并没有打算继承的 石板鸣夫 就事论事点评天下 说三道四 今天呢 我想讲一下 习近平真的要回归邓小平路线吗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这一天呢 中共中央举行了纪念的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讲话中呢 他提到说邓小平呢 是功勋标饼史册 永利后人 给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然后呢 中国各大媒体 纷纷发表这个纪念邓小平的文章 中国邮政 还发行了这个邓小平的纪念邮票 我感觉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呢 中央军委 也开了一个呢 全军纪念邓小平同志 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 大家都知道 邓小平啊 在1992年 做南巡讲话的时候呢 当时呢 军委 中央军委呢 就是提出了 为改革开放 保家护航的口号 大家认为呢 是邓小平在 威胁江泽民 让江泽民重新 回到这个改革开放路线 现在呢 军队也在纪念邓小平 这个呢 让人有一些呢 浮想延篇 关于这个中共 这一次高调 这个纪念邓小平 有人认为呢 是不是习近平认为 毛泽东路线走不通啊 要回归邓小平路线呢 呃 有各种各样的评论 比如说呢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 这个余茂春 他说邓小平和习近平呢 都是忠实的共产党人 呃 邓小平有四项基本原则 习近平呢 立主 勿忘初心 对维护 共产党一党专制政权的 根本立场 完全没有两样 另外呢 澳大利亚时平人 黄普敬 他说呢 呃 习上台以后 呃 就是一直在推动呢 呃 去邓化 这12年以来呢 整个国家形势 在他的领导下呢 一塌糊涂 习近平呢 没有智慧领导这个国家 呃 所以呢 习近平把邓小平 从棺材里拉出来 并不是尊重 呃 认可 而是呢 他想回逃避责任 希望呢 老百姓知道 他还是能够改革的 呃 另外呢 时平人呃 蔡慎坤说呢 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呢 可能标志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已经画上了句号 未来中国的发展将走向一条更加强调政治稳定和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呃 对这一点呢 我认为呢 习近平呢 他这次呢 是高调纪念邓小平呢 是有他的这个政治意图的 我想从三个方面呢 来谈一下 第一呢 我们看到习近平讲话 就是说他多次强调了改革 虽然也提到了这个开放呢 但是开放呢 没有展开 就顺口一提 那我们看到邓小平对中国最大的改变呢 是提出了这个改革开放 但是其实呢 是开放原来要大于改革的 就把中国国门打开 让外国进来 中国人走出去 这个开放政策 其实是改变了整个的中国 但是习近平这几年呢 他一直是关上门来 采取呢 类似越来越锁国的这么一个政策 但是习近平 虽然现在提到了这个邓小平呢 他其实呢 就是说 要把他改革的大气竖起来 并不是要把开放重新谈起来 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一开始提出什么宪政 后来又强调是够军富论 还强调是毛泽东讲的为人民服务 每个时代都有不停的政治口号 那么最近呢 他是主要强主打改革 前不久的三政权会之前呢 就是新华社出了一个 这个改革加习近平 这么一个稿件嘛 虽然这个稿件 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下架了 但是说呢 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呢 这个习近平是想 提出改革 用改革这个词呢 对中国的现在的困境呢 有所突破 所以才把邓小平重新提起来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我认为中国的政权 现在呢 开始重新重提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 或者说实用主义 就是和毛泽东比起来 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 他的这个讲的话 这个比如说 在人类社会上呢 建立一个乌托邦 更强调理想 但邓小平呢 是非常非常现实实用的 我其实呢 在这个产经新闻 刚到北京之局的时候呢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 写了一本书 我和别的记者 一起呢 叫邓小平秘录 那两年呢 我读了八百本 有关邓小平的书 而且采访了很多 就是跟邓小平 比较熟悉的人物 对邓小平的 他的实用主义 还是有些了解的 当时我们说呢 邓小平的 这个理论 邓小平的想法呢 如果用一个比较粗粗的话 总结出来呢 就是说一块石头两只猫 三条鱼四只鸡 怎么讲呢 一块石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到底想去哪里 他也不知道 走一步看一步 那两只猫呢 就是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 就是好猫 就是说 其实就是非常实用的嘛 然后三条鱼呢 三条鱼是1992年 邓小平南巡的时候 他提出的三个有利鱼 他说呢 就是凡是有利于 发展社会主义 社会生产力的 凡是有利于 这个增强社会主义 国家的综合国力的 以及呢 凡是有利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这要成为呢 我们衡量一切工作 是非得失的判断基准 这个换句话说 就是实用主义嘛 能赚钱 就是比较管用的东西 我们就拿过来了 四只鸡呢 就是四项基本原则 这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就是说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就是说 虽然非常现实主义 但是最后呢 拿一个四项基本原则 给你套住 就是说 我们还是在共产党领导 框架下 才能活动 这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 那么习近平这几年呢 他追求毛泽东 这个理想主义呢 现在中国经济 外交都出现很多问题 现在呢 我们看到最近李强 他的很多讲话 其实都是非常实用的 所以说呢 就把邓小平的实用主义 重新拾起来 那关于第三点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 习近平呢 他其实呢 他打算继承一半 邓小平的想法 邓小平的理论呢 在用这个官方的语言总结呢 是共产党1987年 召开的十三大的时候 提出的总结叫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呢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两个基本点呢 就是改革开放 和这个思想基本原则 现在习近平谈的什么呢 很明显我们看到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呢 其实已经被习近平抛弃了 我们看到习近平 最近他治国 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 两个基本点 那么首先呢 改革开放 我刚才讲了 他只继承改革 开放的抛弃了 那四项基本原则呢 他也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呢 其实四项基本原则里边呢 就是总结一块 就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邓小平的强调的 是共产党的集体领导 习近平他推崇的 就是在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 也就是他共产党 要凌驾于中国上面 习近平要 个人要凌驾在 共产党上面 一个人掌控 所以说跟邓小平 也是不是很一样的 所以他只继承 邓小平的一部分 邓小平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个政治人物 因为他早年追随毛泽东 也说了很多 这个凤和毛泽东的话 后来呢 推动改革开放之后呢 就是还发生天安门六四 所以邓小平 他的很多话 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我在90年代啊 到中国的时候 我揭示了很多 这个共产党的老干部 当时呢 有人就说啊 因为90年代末 还是邓小平的影响力 非常非常大的时刻吧 他说你看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啊 都张口闭口都讲邓小平 但你能看出来哪个是改革派 哪个是保守派吗 我说不太好判的 他说你看他引用哪句话 凡是呢 引用这个邓小平的 叫做发展是硬道理 天天讲这个话的一定是改革派 然后呢 天天讲呢 稳定压倒一切的 这个呢 一定是保守派 然后呢 如果两句话都在讲呢 这一定是齐强派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呢 有各种政治思想的人呢 都可以在邓小平的理论里面呢 各取所需 那么习近平呢 这一次呢 他其实想继承呢 是邓小平的时代的 就是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 以及邓小平的时代的 一部分的经济发展 而并不是希望呢 这个改革开放 而且呢 是韬光养晦 这些另外一部分邓小平的思想呢 其实是习近平并没有打算继承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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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